接受批评 悦耳的甜言物语和清赞 接受得太多 足以引致毛病 而逆耳的忠言和批评 就好比苦口的良药 或者剧痛的注射 但是却能够治病 我们要有勇气欢迎批评 而不是怕他 我们见到别人的丑恶 就是自己本性的反照 一个人的私生活 境遇和世界 乃是自己的思想和信念的反照 人好比一面镜 随着各别的表面来反照自己 人们看世间的人物 都好似照镜一样 把自己的影子照了出来 这是自己的影子 在自己的影子 将自己的影子照了出来 感谢观看